今天主要是穿一個 下妝比較正式 然後上妝很休閒的風格 領帶是YSL的 也是Vintage 這個是我覺得 因為它有點設計 所以覺得男生帶也很好看 因為我比較喜歡 比較有色情 可是帶一點顏色的單品 L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邱葉 今天我們人現在 在信義區我們要幹嘛 我們今天要在街上來找 穿著是分時髦的朋友 看到時髦的人 我們就是要抓住他 採訪他 然後抓他身上的小細節 給大家看好不好 OK來我們走 我這什麼俗氣的手勢 非常幸運 我們馬上找到第一位朋友 OK在哪裡在哪裡 不要懷疑就是我本人 我今天覺得我自己 非常適合放在信義區這一集裡面 來介紹一下我的穿搭 主旨只有一個 出門的時候 就想著街坊不要曬黑 所以要幹嘛 長袖長褲 那上衣的話是 是我在東大門直接買到的韓貨 那褲子的話 是我朋友之前自己做的褲子 這種比較寬的這種落地褲 會給人那種沒精神的感覺 所以我的鞋子 會配上雙肩頭鞋 這個是BV的編織鞋 這雙鞋非常非常的時髦好看 它只要一配上去 整體的穿搭 就會有一個非常大家分的效果 那我的包包呢 是LAMER就是現在就剛好 現在也很流行的牛角包 這個是中號 今年我想說可能會下雨 所以我的包包裡面 就放了一把輕薄短小的小傘 這個包包容量算是蠻能裝的 飾品的話呢 我通常會戴這樣子三個戒指 一個是我的婚戒 是卡蒂爾的 然後這個是Coco Chanel的 就是Coco Crush系列 這個是初版的 然後還有就是兩個 細版的我把它疊加在一起 我自己覺得其實這樣子 堆疊的感覺是蠻好看的 然後上列的話呢 弄得這樣有點緊緊的 會有點不規則的形狀跑出來 我覺得在視覺上面 是一個很加分的效果 今天的穿搭期就這樣 簡簡單單的 因為其實也是想說 如果有碰到很多 穿搭不錯的朋友的話 不要搶走他們的風采 我怕我的風采過剩 沒有這個煩惱是不是 OK Fine 我們現在有看到了一位 非常時髦 真的超亮眼 人群裡面他最亮眼 因為他真的有夠高 欸同學 還是應該叫你先生 同學 同學同學 好來我們麥拿著 OK我們今天來信訊要幹嘛 今天來拿個香水而已 拿香水怎麼那麼時髦 哪個牌子分享給大家一下 我是買Northway裡面的一個選品 其中一個牌子 它是選品的 它是The Lab Fragrance 就是一個小眾品牌這樣 你看光聽到它的香水就知道 今天在它身上 我們一定可以挖到些什麼 今天你穿搭的時候 出門的時候想的是 要呈現什麼樣的風格 我今天是去教課 所以就穿比較正式一點點 上身選亞麻的白襯衫 因為現在真的太熱了 配淺藍色的牛仔褲 比較有夏天的感覺 鞋子就是選白鞋 因為上身是白色 鞋子是有品牌的嗎 沒有沒有 所以它是 日本代購的 哦 德訊鞋這樣 皮帶是選黑色的 跟我的包包 還有我的手錶 是有搭黑色皮件 而且我覺得它身上 有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小雨傘 這個是好像是 英國皇家御用傘之類的 叫Falton 我覺得你手上的飾品 也還蠻亮眼的 不然我們來介紹一下 你的飾品有什麼樣的小故事嗎 因為我的名字叫Raymond 所以我就請人家 克制了這一個R的戒指 這個是我覺得 因為它有點設計 所以覺得男生帶也很好看 這個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這樣帶三個比較不會太多 然後也不會太膽薄 我覺得我們抓到它 真的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身上 非常多時髦的小點 是那種遠看 你會覺得他就是一個 穿著襯衫的一個男生 可是其實 他身上有很多小細節 我覺得這個是 穿搭很加分的一件事情 YA 我們找到了 第二位非常時髦的女性 你覺得你今天的風格 比較像是哪一種類型的 綠色路線 我的衣服是 Stuzy 前陣子跟All Lexi聯名的 然後這也是Stuzy的 包包 之前陣子 Heaven跟Kiko聯名 星星的縫線 然後還有 Heaven by自己就有的 那個招牌的小熊 它這個是有點硬硬 有點像藤條 飛起來它比較帥 其實我比較喜歡 個性 可是帶一點顏色的單品 然後裙子是 病死前幾年的 然後我的睫毛是 昨天剛結新的顏色 是綠色配粉紅色 所以其實你是喜歡 綠色的人嗎 我喜歡 各種顏色 只是今天是綠色的 我們馬上再發現了兩位非常時髦的同學 他們真的是同學 他們才高中畢業 可我告訴你們 等一下看他們穿搭 你們真的會下風 怎麼高中生 有這麼厲害的穿搭概念跟idea 你們看 我們今天穿搭的概念 跟大家分享介紹一下 今天主要是穿一個 下妝比較正式 然後上妝很休閒的風格 綁了一個圍巾當腰帶 對你怎麼會想得到 可以用圍巾來當腰帶 你這個是有在 比方說哪一個網路 或是時裝台上面 得到的一個idea嗎 也沒有 就只是因為覺得 這邊閒機有點單調 然後就綁了一個圍巾 多加點線條感 包包是一個 偷包買的品牌 它很像就是現在很流行 有種枕頭包的感覺 對不對 大大的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綁帶的部分 中國籍的感覺 對有點像是 那你這些鞋子 是你自己買的嗎 這個鞋子是 因為這個鞋子好像不是 一般的高中生會想要購入的 鞋子是一雙vintage 戒指都是家人的 Oh my god 我們來看一下小細節 來 這個是爸爸媽媽的 結婚紀念的一個手環 哇 他們自己做的 爸爸的戒指 然後媽媽的手環 哇 你爸爸媽媽應該也是 非常有型的人對不對 對 他們蠻有自己的風格 喔 難怪 難怪就是高中生 就可以培養出 這樣子的穿搭風格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旁邊這一位朋友 我今天就是主要想要 就是不想要流汗 因為真的太熱 所以我裡面就穿一件吊嘎 我出門的時候 就只是穿一件吊嘎 然後襯衫領帶 收到包包裡 然後進冷氣房 才穿 所以非常非常這樣使用 適合今天的天氣 鞋子是台灣的品牌 林果良品的皮鞋 對 然後這個褲子是 就是在環島的時候 就沒有衣服穿了 所以就在 類似菜市場的地方買的 包包是Kimber Stature的 是一個英國的皮鞋品牌 你有皮鞋嗎 有啊 就是 朋友送的 但是 被我家裡的貓抓了很多 坑坑巴巴的 很可愛很可愛 它是好像是小牛的頭皮 所以很軟很香 小牛的頭皮嗎 對 好 我頭皮發麻 呵呵 领帶是YSL的 也是Vintage 因為我有朋友在做那種 收二手衣服 所以他有很多 常常的東西就直接給我 好像Net的襯衫 哇 也是出去玩的時候 衣服不夠穿 現場玩 對 他用很多小飾品 對把衣服搭得很好 那飾品的話 項鍊有沒有給要介紹一下 項鍊這個是 也是朋友送的 我不知道是很害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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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真的是很多才多印 那戒指呢 這個是朋友送的 這個是我只是拿來 就是平常這樣子玩 那眼鏡呢 眼鏡要不要介紹一下 眼鏡 跟他 對 上個禮拜 四零月十百 對 三百塊 真的假的 欸 你們兩個真的很厲害耶 OK 我只能說 今天這集內容非常的豐富 我很信心 我們一開始就是在信義區 我們今天還要再去中山區跟東區 我覺得我們都還是可以找到 非常時髦的朋友 會在其他集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追蹤L YouTube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們L Taiwan的IG 還有就是如果你們OK的話 也可以追蹤一下我的IG喔 CHOO 下底線YEH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掰掰